你 喂 你在哪儿 小川 你先别激动 冷静听我说 你妈 刚才晕倒了 不过我们现在在救护车上 你在哪儿 我现在在家 你们要去哪个医院啊 第一医院 我现在就过来了 你现在啊 在家先好好休息 妈这边有我呢 喂 喂 喂 是我 你现在能不能去趟我家 小川她一个人在家 我担心她会出事 毕竟有孕在身 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 到底怎么了 你说清楚 小川的妈妈 知道了全部 晕倒了 我现在正送她去医院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要去医院 我送你过去 不用你管 没关系啊 我车就在那儿 你跟我走吧 不用你管 展晨 走 走 我妈 怎么样 冷静一点 现在已经稳定了 但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需要在重症监护室里面观察 到底怎么会这样啊 医生说是情绪受到的重症 具体什么情况 还需要做一个脑部扫描 才可以确认 怪我 不怪你 你已经尽可能地 不让她知道这一切了 那她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 阿姨怎么样了 是不是你说的 什么 所有的事情 你都告诉我妈 是不是你说的 我后来都没见过阿姨 怎么可能 那就是你爸妈 就为了我肚子里 这个孩子是不是 怎么可能是他们 那孩子是谁 就是因为你妈的自私 当年害死我爸 也是因为他的自私 现在也是因为他 我妈全都因为他 晓晓 你不为什么叫我 你走 你走 好 好 好 我走 好 好 没事 又我在 我会陪你熬过去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知道 不行 走 一会儿你先回家 我在这里看着 照顾好她 好 陈先生 颖姐 你来了 脚好点了吗 好多了 方姐怎么样了 应该暂时没什么事了 陈先生 实在是对不起啊 都是我不好 你说我那天 怎么就把钥匙给了方姐呢 她不让我告诉你们我就没说 我也不知道会弄成这个样子 就算是知道你们两口子 分床睡 也不至于啊 算了 我给你一份 您赶紧回去休息吧 都熬了一晚上了 我会一直在这儿守着的 放心吧 嗯 好 辛苦你了 没事 来 你在哪儿呢 你在家呀 你在家给我打电话呀 我还以为我睡着的事 你出去了 我以为你还在医院 没回来呢 给你打个电话看看 医生说妈已经渡过个危险期了 丁姐在那儿照看着她 所有就回来了 辛苦你了 我回来的时候带点吃的 饿了吧 那我去热 你 你休息你休息 你再休息会儿 不用 我来热了 哎 这个菜啊 就不要微波炉热了 这 微波炉热 热不透的 吃了对身体不好 拿锅子热吧 我提前给你准备点水果 拿热的水先稍微泡一下 一会儿这个吃 好 补充每天所需要的围装寺 我一会儿啊 去医院派看看 你就在家好好休息 我跟你一起去 你就别折腾了 这几天估计你也没睡好 妈现在也没醒呢 你去了也没用 妈要醒了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喂 丁姐 喂 丁姐 陈先生 方姐醒了 医生说了没什么大问题 下午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好 辛苦了 丁姐 怎么了 妈醒了 来 过来 吃完咱俩一起去 吃完咱俩一起去 好 好 来 来 丁先生你们来了 妈 怎么样 还挺好的 妈 你好点了吗 我给你带点水果 什么时候把孩子打掉 妈 这孩子是我的 他不是省后一个人的 再有千错万错 不能把责任 怪在孩子身上 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 我也确实犹豫过无数次 我到底该怎么办 但是我真的下不了 决心把他拿掉 我要把他生下来 我会对他负责任的 你良心让狗吃了 你对他负责 谁对你爸负责 你害死了你爸不说 还挺着个肚子来气死我 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走 走走 妈 妈 你别动 别碰我 走 滚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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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这 别碰我 走 妈 我串你了啊 好 小晨 我们先拿走 方姐 谁要你的水果 走 方姐 方姐 别激动 别生气 方姐 您先走 您先走 别生气 把这些东西拿走 拿走 拿走 好好好 马上拿走 来 妈现在在气头上 你也别往心里去 怎么了 稍微有点疼 那 那我去找医生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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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一下 坐会儿 坐会儿 还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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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明天做一个全面检查 对了 对了 我昨天跟你说的 出国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 出了这样的事 现在哪儿还有心思想出国 你不觉得 正是因为妈这样 你才应该认真地 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吗 妈现在不想看到你 她不想看到你 肚子里面的孩子 你要执意留在她的身边 对你 对妈 都没有任何好处 与其这样 为什么不暂时离开一下呢 你再考虑一下吧 听说这两天 咱医院楼下的酸奶 可在打折呢 听说这两天 是吗 对啊 小刘买了好多呢 她买那么多干吗 这东西又放不住了喽 那谁知道 她买那么多干吗 这东西又放不住了喽 这东西又放不住了喽 那谁知道 还说 admired 是怎么想abile 孩子 接个封殀 是谁